你所投資的股票、ETF、配股配息訊息 還可參加抽獎 獎項超過4萬份 越早參加,中獎機會越大喔 國泰建設三井不動產 台日聯手捷運地標 Meta Park 環狀縣中原站、橋河站 31層鋼股建築 豐富全林公設 39至52坪 8221-5888 Meta Park 投資快報 統一投信再度金 2024年Smart致富台湾基金獎 統一投信再度奪得股票型基金团队獎 不只二連霸 更是第六度獲獎 投資首選統一投信金獎团队 严選好基金 让你小額投資 轻松累積大財富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前音響月公開說明書 九八新聞台 FM98.1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花 明年清晨 联準會最新的議席會議的決議 势必在尾盤 美股的尾盤引起大的波動 市場兩派看法 一派看法就是聯準會 仍然會維持降息三碼的點證圖 但另外一派看法是認為說 有可能降息的碼數 在這次的點證圖 會往上位移 點證圖往上推碼 也就是說今年只會降息兩碼 甚至今年不降息的交易的傳聞 都已經傳出來了 市場現在對於聯準會降息 越來越是保守看待 那畢竟因為最近的通波膨脹的數據 就業市場的情況 以及美國經濟的表現 都告訴我們說 聯準會似乎也不可能太快的 去做所謂的放鬆的動作 把水龍頭 關緊的水龍頭打開 這個感覺現在好像也不合時宜 只不過就是說 鮑爾在國會裡面 也信誓旦旦講說降息其實不遠了 就是說今年呢 他是說會降息 而且降息也不遠了 那到底出來結果是什麼 現在也不用猜了 反正明天清晨兩點就知道了 那兩點半呢 鮑爾要舉行記者會 會關係到明天台股 以及呢 今天晚上美股的尾盤的情況 因為美股是台北時間 清晨的四點收盤 那一席會議的決議了 兩點出來 所以還有兩個鐘頭的時間呢 是可以在尾盤交易的 那這個在一個 央行的大動作上面呢 就是聯準會 這次也是洞見觀瞻 在這個禮拜也都是 重要的央行周 澳洲央行昨天也是維持率不變 這已經舉行過會議了 那另外就是還有英國央行 以及歐洲央行 總裁拉加德要出來談話 英國央行是議席會議 那我們看到日營昨天 照表操課之後呢 就是所謂的照表操課 他已經讓市場打預防針了嘛 就是先前就已經 幾個月前就放話了 就透過媒體不斷的放話 透過日本媒體也好 透過美國的媒體也好 就不斷的向外界輸出一個訊息 就是 就是這個日本央行 會在三月升或四月 是結束了負利率 然後同時放棄YCC 就是殖利率曲線的控制 這個其實一貫做法 也就是說他不想讓市場太驚訝 有surprise 不想讓市場覺得他是突然宣布 而先前放話 這種做法是慣例了 所以當你看到市場有風吹草動 媒體開始在寫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這些消息絕對不會是 無風不起浪的 不會是不進而走的 一定是有人放話出來 給媒體特殊的媒體記者 然後媒體記者再去 把這些事情傳達給社會大眾 這種一種傳播的一個管道 因為我之前當過記者 我太了解這種所謂 新聞運作的一個邏輯 跟結構面是什麼 當你這個政府部會 要做一個什麼大的政策的時候 他都會先找一些 跟他比較close的記者 私底下告訴你一些訊息 然後經由這個記者 先把它披露出來 讓社會大眾說 多少了解 然後造成輿論的討論之後 來看看輿論的風向球是什麼 是正面還反面呢 還是怎麼樣呢 他再去做政策調整 那這次日營也是照表操客 幾個月前就已經放風了 那當然市場時間成熟了 三月就先宣布了 因為畢竟這次春鬥的結果 相當不錯嘛 整體加薪5%以上 至少民怨也可以平了嘛 那為什麼講說照表操客呢 因為畢竟他已經是告訴你要這樣做 而且呢 大家都心知肚明 日營不可能真正大幅升息的 頂多就升到0.1 那今天野村有一個新的看法 等下告訴大家 那因為是這樣子 沒有意外 然後呢 美國也沒降息 所以呢 日圓呢 在日營宣布會議 這個會議結議 之後呢 就是繼續貶 現在已經貶到151.68 日圓再貶了 這個0.8 0.8日圓 那151.68 快要破去年11月13號的低點 151.9了 我看這個破151.9 應該是 應該是非常大的機率了 因為只差了他0.3而已 那這一波日圓 從今年初 140 140就從去年11月13號的151.9 升到140 那從140又貶回了151. 151.現在目前是7的一個位置 所以日圓今年已經貶了7%了 但是日本股市是漲破4萬點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是不是告訴我們 這個弱勢日圓 其實對日本是有利的 因為你就像我之前所講 你想看80塊錢日圓的時候 90塊日圓的時候 跟100塊日圓的時候 日本整個經濟 跟社會氣氛是什麼 日本股市是什麼樣的一個點數 現在150塊日圓 日經25指數來到4萬點 日本整個經濟 GDP 包括民間的企業的活力 全部上來了 那是不是告訴我們 其實基本上就是走一個弱勢日圓 其實對日本是最有利的呢 那這也就告訴大家 日營要升息是升假的 因為他知道弱勢日圓 對日本是有利 他幹嘛要升息 只是做給全球看 做給美國看而已 做一個演藝出戲而已 那麼這個這樣子一個日營的政策 我們要請教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的 端昌文老師在我們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透過直播 管播同步進行 端老師你好 沐浩好 還有聽說朋友大家好 好 端老師我記得日圓 在那個80塊90塊100塊的時候 日本是慘得不得了 對 通貨緊縮 什麼平成不況 這些垂頭上氣的事情全部出來什麼 我看那時候 孤朝明有講說日本這些大企業 就是資產負債表的破壞 整個日本大企業根本不敢投資 保守得很 對不對 都留現金 這個非常的這個沮喪 不敢向外擴張 然後呢 你就看到說 日本整個半導體產業 全部被美國被亞洲其他國家吞掉 整個從最輝煌到現在 那個日本似乎呢 好像要站起來的一個味道 確實是有這個意味啊 那當然我們說這一次的降 是不是放棄那個YCC的政策 或者是說把負利率調整到正的利率的話 我覺得裡面的影子有美國的存在 我看這個 就美國家生息的 是啊 問題是他到底有沒有生息 我們來先來解釋一下 日本為什麼是負利率的一個號稱 其實日本央行的話 他給了三種利率 第一個利率的話 也就是說在這一次放棄YCC政策之前的話 他的利率有震的0.1% 也有0% 也有負的0.1% 那是因為他給了三種 三種結構 那第一層的話 是給所謂的 跟一般金融機構往來的這個賬戶 他給的證利率是0.1% 那如果是法定存款的準備金的話 那麼他給的利率是0% 這是金融機構的 反而是第三層的話是非金融機構的這一些賬戶的話 他給的是一個懲罰性的一個負利率 所以這一次把負利率調整到正利率的話 我是認為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效果了 為什麼 因為早期的時候負利率基本上就是無效 因為他是針對所謂的非金融機構做的一個懲罰性的一個 一個負利率政策啊 也就是說你這些非金融機構如果把錢存到我央行來 那你是要給我錢的啊 而不是我要給你給你利息啊 就是一般這個所謂非金融機構指的是 比方說是一些 比方說他們有很多像類似我們台灣的一些租租公司啊 他們如果說需要一些信託租金這種 對那如果錢太多的話他要回存到央行去嘛 那回存到央行去的話 早期我看日本央行的這些第三層的賬戶的話 他的量啊幾乎是零啊 所以日本到底有沒有負利率這個存在的話 我是值得懷疑 那當然啊這個負利率結束之後的話 日本金融市場啊也陷入了所謂的劇烈震盪中 尤其是匯率 那當然啊這個啊日本央行啊 反而是偏扁 對日本央行的話 目前啊他在昨天的政策上面的話 他也啊有關於投資上面的話 他也提供了一些說說法啊 也就是他要停止購買啊這個ETF啊 再來是逐步減少商業本票 還有公司債的購買量喔 那在一年內停止購買喔 那大家來猜猜看喔 呃有人在講說啊 說日本央行啊 這個要何時或者是要怎麼賣這個ETF啊 這個對股票衝擊可能會比較大啊 賣給巴菲特啊 其實啊他們已經有規劃出來 大概有三條路 那第一條路是什麼 炒高了就可以賣了 刺激市場直接賣 那第二個政府啊 自己再設立一個機構 再從機構裡面去把央行的ETF買進來 那不是左手換右手換湯不換藥嗎 所以這個就是人家講說有選民的壓力 那第三種 刺激 呃他是出你說第一種是出 第一種是從刺激市場賣掉 刺激市場賣掉就直接在盤面上拋售 對對對 就是所謂刺激市場就是日本股市嗎 他可能是呃 他可能是要找那個 博客直接賣啊 也可能是類似那種所謂大額交易那種 不會是直接拋售了 但是他是直接在股市賣就對了 那另外一個就成立一個機構 對成立一個機構收購央行的ETF 這個比較不會有有一些 對股票市場造成突然間的一個衝擊 那第三種的話 似乎日本日本人日本年輕人應該會非常高興 是像日本青年啊 這個免費分配股票 這招帥 對對對 我喜歡這一招 對 那個楊總裁可以效法一下 我們中央銀行也來成立一個 部門專門研究買台股 但是 然後知道買了台股之後分給這個年輕人 那為什麼會有這三三種說法啊 因為之前我有提 我有提到過 也就是說日本央行持有日本的股票啊 他大概當他的股東啊 大概每一家公司啊 前面100100檔的公司的話 基本上都有10%的銀子啊 至少10% 那ETF他現在占的市場的話 大概也有7%左右啊 這個7%量非常大啊 如果一丟出來的話 基本上被日銀買完啊 對啊 日銀是日本很多大公司的最大股東啊 對 占一成啊 對 那還有一點也就是說 他也停止瑞子的購入 那瑞子購入的話 我覺得是對於日本的房地產有點衝擊 我們來講一下 那10年前 東京現在的房子已經被大陸人買爆了 所以大家也需要一新房產 好 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現場 康橋為孩子打造 OK 你看 那個80塊90塊日銀的時候 日本多產 那是2001年啊 一直到這個2000年那一段時間 那真的是慘到不行 很慘啊 對啊 那是後來安倍上來的日銀才開始走貶啊 2013年 2014年的時候日銀才從 差不多這個100塊錢一路慢慢的貶值啊 好 那2000年開始這個日銀是巨貶啊 從2020年年底一路貶啊 從當時大概差不多也是100塊左右一路貶 那日本好像日銀貶 他就脫胎換股了 對啊 所以這樣子 但是問題是 這樣的結論是不是告訴我們 貨幣貶值其實是對新市場國家來講 或者說對非美國家來講是有利的 但是對日本來說的話 他們就是通貨膨脹絕對有一半的因素以上 是那個匯率因素所導致的 沒關係啊 我叫企業加薪啊 問題是企業啊 這一批的業績啊 也是因為匯率因素啊 因為就是因為你成也匯率 敗也匯率 所以你竟然因為日元貶值賺了這麼多錢 你就要把你賺的錢回饋給你的員工啊 所以加薪5%不過分啊 日本上市公司啊有42%啊 是來自於海外的收入 是啊是啊 Toyota啊這些大企業都是啊 對啊 那你是不是因為日元貶值賺了很多錢 對 所以啊 所以他們現在不是要加薪嗎 對啊 所以你第一個日元貶值 他們的出口競爭力加強嘛 第二個呢 日元貶值之後呢 呃 他把國外賺的鈔票匯回日本 變得更多 對 那當然要給員工加薪 那員工加薪也高興啊 那我就多少可以平衡一點說物價上漲這種對我心裡的衝擊嗎 其實就是 就變成一個正循環嘛 對啊對啊 但是這個循環如果說結束之後的話 那豈不是還要再來扁 還要再來扁一次 他其實150我覺得就夠了 大概就維持在這邊 也不要生也不要扁 我覺得 每分每秒都陪伴著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聞台 FM98.1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剛剛在廣告金融跟段老師討論一個問題 你看到日元呢 那個會價 最近這十幾二十年來最高的時候大概差不多2011年那時候升到75 對75 75 現在是151 幾乎是扁掉 一半啊 對Double扁 Double扁 好那2011年那時候日本多慘啊 對不對 那是後來安倍我記得十四安倍經濟學的時候是201314年的時候嗎 是 黑田東彥上台嗎 就是那個黑田總裁之後他們就是無限量寬鬆嗎 QQE啊這些東西都搞出來了之後 日元就從100塊一路這個扁值到最低的時候大概120 120又升回來升回來大概就差不多110到100塊區間盤整了好幾年一直到2020年日元大扁從這個疫情之後日元大扁到這個15151 好從151又升回140從140呢今年初又一路扁到現在目前就快破底好但是你又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當日元大扁的時候呢造成一個現象 台灣觀光客大量沖日本對不對 是啊 中國大陸老百姓大量沖東京買房子對不對 甚至買到北海道買到那個雜謊都去買了對不對 哪裡都買然後說買爆日本日本東西好便宜 用美元去換日元多划算我記得日本投資多划算啊 對但是但是呃現在來說的話如果說日本已經呃擺脫了以前的這種泡沫的時期的話 我覺得現在如果他業績越來越好的話比方說上市公司他業績越來越好的話 他會面臨到一個困頓喔也就是人手短缺啊他現在工人的啊這個 董老師台灣很多年輕人跑去日本上班了是真的啊 是但是問題是這樣子變成我們台灣 哎這個年輕人已經不夠不夠多了 現在如果年輕人又跑去日本的話 那我們的產業會不會變成空洞啊 這就以零為禍啊 是無所謂反正我國家好管理其他的 大家現在是這樣子全世界部都這樣那個 烏克蘭戰爭幾百萬烏克蘭難民跑到這個德國啊 跑到法國去哎反正他們這個外來勞力增強 他們那個是人手這個老年化問題有某種情況得到疏解啊 美國不是這樣嗎 墨西哥民主黨政策就哎我 那美墨邊界那些移民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不對 一大堆外的外來這個非法移民進來把美國這個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解決嘛 所以川普他要上來就是要嚴格封鎖嘛 對但日本的話他的移民政策的話目前還沒有放寬啊 所以如果說要吸引對啊 但是如果說以這些呃 產業結構來看的話 他的利率要正常化的話 勢必利率一定要突破百分之零點一啊 那突破百分之零點一的話 你看一下2013年的時候啊 他們啊日本在放寬貨幣的時候 也就是貨幣寬鬆的政策開始啟動了一次元的這種貨幣寬鬆政策以來的話 2013年啊呃那個時那個時代的話 是日本出現了25萬家的啊這個殭屍企業啊 那就是那個安倍對要上台之前嘛 那其實什麼叫做殭屍企業 也就是一般來說我們企業都要是舉債經營 那舉債經營的話我們所賺的錢至少要把利息還掉 那這下子25萬家企業啊 零利率啊都不夠緩啊 所以就變成說 哎 這個孤朝明講的資產負債表的整個崩壞 是 所以如果現在利率要正常化的話 我想啊日本的經濟結構一定會產生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變革 我覺得日本已經在執變了 是 對 日本這一招走的有夠狠 你看台幣今天扁到了快31.9 他帶動了亞洲貨幣一起扁 一起扁啊 亞幣整個競扁嗎 你日本扁成這個樣子 我為什麼要升值 對啊 我跟你一起扁啊 所以台幣今天又扁了快一腳啊 31.888收盤啊 我們可能扁的比日幣最近來說還要多 今年以來是沒有了 今年台幣今天也是破底啊 也是創了今年新低 但是基本上呢 日元今年已經扁8% 台幣還沒扁那麼多了 韓元也扁啊 你看韓元縣已經1342了 韓元縣也來到了今年會家的低點的附近啊 大家都扁啊 你日本扁 為什麼要升值 所以這 剛老師我要請教你一個道理 您經濟學家請教你 不敢 所以是不是 非美國家就是大家來搞貨幣扁值 對經濟是好的 嗯 如果日幣如果 如果 不因為他 利率如果 要上升 或者是放棄YCC政策 他沒有再進一步 他是沒有走升的一個階段 他如果再扁的話 我想可能會開啟另外一波的一個貨幣戰爭 我覺得貨幣戰爭已經在開動了 除了人民幣 守住7.2以外 大家都跟著你拼命扁 那我幹嘛要升啊 其實日本在等待 今天晚上凌晨 美國FOMC的會議 到底他對利率的表態會是如何啊 那其實我們看昨天的日營啊 他講話講得非常的保守啊 其實有沒有調 基本上我聽起來是完全都 完全都沒有動啊 只是表態一下而已啊 他就是演戲 對對對 其實有一個說法給大家參考 說這一次日營要升級啊 其實基本上是美國要求的 是 美國說你要升 你要多少要把利率正常化 是 那日本當然很清楚 現在弱勢日人對他經濟有幫助嗎 是好的嗎 所以他就等於說是演個戲而已 是啊 那當然我們說這個 這個日本啊 這個未來的利率 何時會正常化以後啊 那我在猜啊 大概應該是下一次的央行會議 大概就是今年十月份啊 十月份的話 他如果說再突破了一個 比方說0.1個百分點 到0.2個百分點的話 我覺得啊 東京的房產可能會有一個大地震啊 為什麼啊 我報一個數報一個數字 房產大地震 房產喔 聽到地震兩個字不太好 其實最近啊 日本國債發行餘額啊 增加了四成啊 那超過了1000兆日幣喔 那從呃 住房貸款的余額是215兆日幣喔 那215兆日幣的話 可能大家無管啊 這個是日本經濟泡沫時期的兩倍啊 嗯 也就是說目前在日本啊 銀行裡面貸款去買房子的這個余額啊 是早期日本泡沫時期的兩倍啊 那在這個房那這個房產是不是也快要泡沫化 萬一利率如果正常化以後 哇 所以為什麼 所以他就不可能正常化啊 對 所以日本為什麼這次表態說短期內會維持貨幣寬鬆 這不無可能就是因為擔心這個房產會泡沫化 房產現在已經被外國人買爆了 對啊 東京五區都已經被買到什麼價位了對不對 是 大家看日幣那麼便宜 150就拼命去日本買房啊 是對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說這一次啊 這個會議裡面啊 沒有出現啊 這個意義的一個主要原因啊 基本上日本官方的一個長官啊 應該都已經了解到說 日本的經濟表面已經發生變化了 也就是通貨膨脹會帶動所謂的工資變化 其實這個在經濟學上是所謂螺旋的 對啊 你如果說工資在變化的話 而且這是一個良性螺旋 對 那還會再拉動物價 物價再拉動工資 這是良性螺旋 所以基本上通膨是對他來講 適度通膨 比如3%一個通膨是好的啊 是 當然這個 比你之前通說好太多太多好一萬倍 但是日本他也擔心了 美國他也擔心了 為什麼 因為日本海外的投資總額啊 大概是4.2兆美金 證券 證券 那萬一 那老師有一說20兆 德意志銀行有估出來大概20兆 包括金融機構 那是沒有在表內的 那如果說以4.2兆美金來看的話 如果用利率抬高 用利差 以吸引這一些在海外投資的日本人 把這些4.2兆的美金匯回來的話 我想可能日幣那時候可能就會再有一波的升值 日幣那時候如果4.2兆匯回去日圓又升回100了 對 沒錯沒錯 日本就垮了 所以絕對不能這樣幹 其實日幣如果升的話 這個對整個世界而言的話 我們就會照樣了 那就大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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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很災 好 幸好日圓貶值 好我只能講幸好日圓對美元貶破151 日圓對歐元已經貶到2008年來的新低了 對歐元是貶到2008年來的新低 那野村怎麼說呢 野村說日本央行會繼續寬鬆了 但是今明兩年只會加息25個基點 有可能因為今明兩年只會加息一碼 利率只會到0.15 我之前是負了0.1最多到0.15 最新我看到的大概只有兩次的加息的 就是升息的一個動作而已 最多一次是一碼 所以可能今年只會有兩碼 所以跟之前的預測的話是三次的話 那就要看說到底美國今年會不會經濟軟著陸 所以既然日本央行這樣搞 我覺得今天晚上就明天清晨 美國聯準會按兵不動的幾率非常的大 非常高 如果美國聯準會又搞這個鷹派的這個出來的話 對 那不是日圓要更扁嗎 對 對不對 美國已經插在心裡了 好你這樣搞沒有關係 那我一樣我就把美元也搞爛 然後讓你的日圓升值 大家來場貨幣戰爭 沒錯 因為其實美國也非常擔心 這個日幣如果一直在扁的話 哇他的出口量會越來越多 出口金額會越 會衝心高 日幣一直扁 美元就要一支硬挺 對他來講也不見得一支有利的 對沒錯 好今天結論非常有趣 非常謝謝段桑文老師 謝謝 00942B 全台首檔台新純美國純A子 我現在接著 любим floor 我現在想點一下